本欄目由长荣房地产公司冠名播出 感谢开市达国企集团圣达地产特别赞助播出 带大家来到Ocean City的一套海边度假房来看一看 我们看看这套度假房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 好 这边呢就是这套房子的客厅 这套房子建成1991年 虽然说已经有十几年了 但是看起来整个房子它是非常的新 这个客厅呢 它的所有的这些墙面都是重新粉刷的 这些家具也是屋主全部买的新的家具 整个客厅看起来非常的方正 所以作为度假来说的话 白天出去玩以后 晚上回来以后 大家看看电视在这边几个朋友一起聊聊天也是很好的 好 这里呢 大家看看这边 这个呢就是厨房 然后包括可以吃饭的地方 虽然说这个厨房也是看起来很方正的 厨房的包括冰箱还有这个洗碗机以及这个炉灶这些都是全新的 整个的这个厨房看起来也很方正 这边摆了一张餐桌在这边也可以一家人一起在一起吃个早餐 中餐 晚餐都是可以 当然有朋友过来也是因为这个很宽敞 包括也有客厅的这些位置 所以大家可以相互聊聊天 然后比如说搞一些这个活动都是很好的一个场所 好 大家看看这个冰箱 这个冰箱的事情也是挺大的 这个也有分隔 分隔的非常好 这个呢就是 这些也都是全新的 也是屋主 配置应该是今年初重新配置了全新的这套屋具 看看这个橱柜 你看橱柜里面包括这些也是屋主也会赠送的 虽然说不是价值很高 但是却很方便 这屋主也是以后相对于可以 你一进来什么都不用准备 只带自己先换洗衣服就可以入住 可以到这边来度假 然后这个看看 这个是它的洗碗机 当然这个洗碗机呢 这个洗碗机也还是不错的 因为它的质量很好 所以屋主也没有重新换 然后这个 这个微波炉 好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罩子的是什么呢 我想到底猜一猜应该知道 这个是烤炉 这个烤炉呢 比如说到了夏天 大家过来度假就可以把它放在 那我们看看这个羊排上烧烤 所以把这个烤炉我们放在这个露天的阳台上 可以烤一烤 一些三棚四友坐在一起聚一聚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享受 好了 我们看完这个大阳台 我们看看 哦 这边 这边还有一个门就是什么呢 哦 这是一个半位 所以就用于在 就这个一个 虽然说没有不带洗衣的一个半位 你看看这边是什么呢 这边就是洗衣机 烘干机 然后到后面还有一些壁厨 就是可以放一些 比如说给喜剧啊 然后夏天 大家要出去到海滩上面去 需要放置的一些 可以放在这个厨厂室里面 好了 我们看完了客厅和厨房 那我们到上面去看看卧室吧 这套房子一共有三个卧室 一个主卧 两个次卧 那三个卧室的格局都非常的方正 非常的实用 好 那我们上去看看吧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主卧 好 这边就是主卧 这些家具包括这个电视 因为都是很新的 所以这个主卧的空间 它也是非常的实用 来 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呢就是它的 这个缝衣服的衣物间 看看这些灯也是屋主 全部重新换了新的 好 这个 这个呢就是 这个呢就是 主卧的卫生间 好 大家看看啊 这个卫生间也是 这里这一个buck top也是挺大的 然后这个卫生间的 这个空间也是挺不错的 挺大的 现在呢 我们从主卧出来了 我们来看看 这边就是两个次卧 两个次卧的房间大小都是一样的 所以 咱们就看一个房间里就可以 看看哈 这些就可以放 这种 因为这是属于度假屋 所以屋主呢就放了这种床 这样的话一间屋子可以 比如说一些小孩子可以住好几个 隔壁的房间也是一样的 好 我们也看看屋主呢 把这个房间 所有都重新粉刷了一遍 我们看看这个蓝色的墙面 包括你看蓝色的床单 屋主也是特别别有匠心的 把配套的这种装饰 让人感觉一进来以后 就是感受到真的是海边度假的 这种感觉 好 这个房间呢和旁边隔壁的房间 也都差不多 也都是粉刷屋 你看所有蓝色的墙面 蓝色的床单 然后这个床的也是为了 夏天度假的时候 可以多一些小孩子 可以住在这边 非常的实用 然后再看看这边 这边也 这个 这也是一个衣帽间 这个衣帽间的大小 一个厅单 好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卧室的话 都是窗户也都是很通透的 所以整体光线也很好 无论是你在家里面 比如出去度假到海滩以后 回来 那即便在这屋里看看书 或者听听音乐也是很好的一种享受 好 我们再来看看这边 这边呢就是一个卫生间 就是这两个次卧 就是说可以共用的一个卫生间 所以你看屋主也是特别的想得很周到 这些卫生间的这些帘子也都是配套的 所以整个这个房子你进来以后 几乎所有的 就墙面如果根据自己的喜好 可以挂一些装饰品 基本上不需要任何其他装饰了 所以就省掉了很多装修的成本 刚刚我们看了这套房子呢 简单的总结一下呢 它有三个亮点 第一点就是这套房子的面积非常的适中 不是特别大 当然也不小 有1100sqft 所以它是很方方正正的 很精进实用的 三室两厅的一个度假吧 这套房子呢 它的自己就有四个停车位 当然像我们看到路边 你还可以停很多车 但这个就可以不记录这个停车位的数量 所以你可以有三公司有很多朋友来到这边来度假 然后在这边开party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所 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这个房子的房主它维护得很好 虽然说是1991年修建的 但刚刚我们大家也都看到这个房子看得很新 为什么呢 因为房主所有的很多都进行了修复 进行了翻新 像地毯包括很多的家具 还有客厅 还有包括这个厨房的一些设施 比如说这个洗碗机 还有这个炉具 这些都是屋主自己换过的 第三点的话就是 这套房子呢 它的经济 就是它的投资价值非常的好 如果你是自己住的话 这些家旗扣人过来一起 比如开车也不远 从马里兰DC或者北京也开车过来 也就两个多小时 如果从友约过来 更要近一点 一个多小时 所以它的这个位置呢 促在在美国的北方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度假的一个 一个叫做中心城市的位置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 这套房子的投资价值 根据这边Ocean City这边的租赁设计划 我们知道像这套房子的面积 它的位置的话 可以租到有1500到2500美金左右 那么我们就按照2000美金这样的平均这样的计算吧 所以它一周2000美金 那一个月可以租到有8000美金 那么一年的话 按照四个月的旺期来算 就是3万多美金一年 我们粗略地算一下 也要取取一些这个其他的费用 不到十年 你又可以收回投资的成本 所以这样算也是特别的划算 而且在这个位置的话 每一年他们都说很多人排队的 等着要租这个房子 大家好 我是Mark Lee 我在大华府做房地产的经营 投资有20多年经验 我的业务覆盖马州 维州和DC 我们公司的主要专长是 REO Auction Foreclosure Short Sale Taxel等等 我们公司提供从购买 经营到售后出租一条龙服务 有意跟我们合作的 当地和海外的投资人 请致电301-592-7550